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辩论的内容 多亏了中国 美国有了强大的新联盟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两个重要的亚洲盟国的领导人岸田文雄和马克思首次与美国总统会面 这凸显了新的三方联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实现这一目标最值得称赞的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于拜登团队来说 这次峰会是多年来在亚洲建立新联盟集团的工作的高潮 去年他们已经在大卫英语四方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 UK US 印度 而英国和美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这种最新的安排有时在内部被称为JROPUS日本 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国 这是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创造的首字母缩写词 尚未完全流行起来 印太地区可以归结为两个战略愿景 伊曼纽尔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 一是这里是中国的邻国 中国制定规则 另一个是美国是一个永久的太平洋大国 你可以打赌很久 美国版本正在取得进展 从长远来看 仅仅是各国反对中国侵略的共同冲动 不足以维持这种势头 除非美国改善其印太战略中的投资和贸易要素 否则亚洲盟国最终将出于经济需要而转向中国 但就目前而言 习的欺凌行为正在促使他的邻国呼吁美国进行更多的参与合作 我给习近平的信息时不要改变 伊曼纽尔说 有点面误表情 在家里和附近保持他 他的所有说明都值得认可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场紧张的中等沸腾的危机 目前正在南中国海上演 北京声称拥有这条重要水道约90%的拥有权 每年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都经过这条水道 多年来 北京一直在骚扰和威胁有争议的岛屿 和他声称属于自己的地 克制附近的船只 最近中国的策略越来越危险 问题在菲律宾如此突出 以至于将2022年在北京支援下上台的马克思 推向了西方阵营 登记了各位评审 亲爱的辩论对手 以及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光临今天的辩论会现场 欢迎光临今天的辩论会现场 在这里大家将有机会听到精彩激烈的辩论交锋 探索扑朔迷离的地缘政治问题 了解亚洲国家在中美决筑中的复杂选择 这个互联互动的时代 任何同的时代 任何空的时代 任何全球波动 而决策背后的战略思维更是引人深思 在我们开始编闻之前 我要简单描述一下今天的辩论话题 中美是世界头号 而第二号大国 期间的争夺和博弈已经引发了全球关注 而位于中美之前的亚洲 同样处在这场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 那么亚洲各国是否需要 同时又能否在这两个超级大伯中选择一方战队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辩题 政府方将会通过一系列战略考量 经济因素、历史关系等方面 试图证明亚洲各国需要选择一方进行深度合作 形成以共同利益和原则为基础的联盟 短方则会从国际规则、独立性、灵活性等角度出发 提出亚洲国家应保持独立 以更自主、多元的方式处理中美、中美的问题 政府方、反方的变手将轮流阐述自己的立场 针对对方的观点予以反驳 并最后维护自己的观点 评审们将全省事变成了表述 从中找出优秀的论点和推理 最后我会做总结发言 对今天的辩论进行一个完整的回顾 当我们谈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过程时 我们同样摸索着个人、社群、社会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过程 这就是我们举办这场辩论的目的 今天让我们通过知识和辩论的目的 我们的思维 提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让我们激情碰撞 心灵对话 密集寻找答案 我相信各位辩手一定会倾尽全力 用生动有力的论据获得我们的认可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么让辩论开始吧 我是正方辩手涛涛 我坚持的观点是 亚洲各国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 确实需要选择一方进行深度合作 形成以共同利益和原则为基础的联盟 以下 我将引用历史事实和权威数据 从政策影响 经济考量 安全需要等多个角度 论证我的观点 首先 从政策影响的角度 历史上 包括亚洲多个国家在内的小型和中型国家 常常通过与大国的联盟 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策影响力 以东亚地区为例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8年的数据 美国是日本和韩国的首要贸易伙伴 且占据他们出口额的大部分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与美国的紧密关系 与此同时 他们也通过与美国的联盟 获得了在国际争端 区域安全等方面的支持 其次 从经济考量的角度 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 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 已经对亚洲甚至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如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其出口产品涉及全球各行各业 无疑成为亚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而美国则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外国产品的需求 为亚洲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因此 亚洲国家有必要选择一方进行深度合作 以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再一次 从安全需要的角度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战略转移 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南海的领土主权争端 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等 都使亚洲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 因此 亚洲国家有必要选择一个强大的盟友 以获取安全的保障 总的来说 站在亚洲各国的角度 选择中美两国一方战队 并进行深度合作 既可以获取国际影响力 经济利益 也可以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 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 需要眼光长远 思维全局 有地方使 谢谢大家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对于亚洲各国在中美的原政治博弈中是否需要选择一方战队 我持有不同于正方的观点 我主张 亚洲各国无需 也不应简单地选择一方战队 而是应保持独立 以自主 多元的方式处理中美争霸的问题 原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 首先 从国际规则的角度阐述 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规定 每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包括选择自己外交政策的权利 这也包括亚洲各国 他们无需而且不应受美国或者中国的指导或者压力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别无他选或者简单地选择一方战队无疑是对自身的损害 同时这也是对国际规则的破坏 因此不可取 其次 从国家独立性的角度论证 国家独立性是其中一个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 每一个国家都应尊重 尽管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大国 但亚洲各国依然应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独立性 因此 独立自主地思考 自由地选择和是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而非一味地选择一方靠拢 才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正确途径 最后 从灵活性的角度来看 如果简单地选择一方站队 那么国家将会丧失了很多的策略灵活性 例如 面对一项可能对自身经济或者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政策或者决定 如果已经选择了一方站队 那么将很难进行有效的反对 而随着美中之间的摩擦升级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 因此对于亚洲各国来说 更需要保持独立思考 灵活行动的空间 对于亚洲各国来说 坚收并蓄 取长补短而不是选择一方站队可能更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衡量和分析 而非盲从和跟随 才是应对中美的原政治博弈的正确之道 谢谢大家 辩论皆述于 亚洲各国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是否需要选择一方站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正方认为亚洲国家应选择一方进行深度合作 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策影响力 反方则主张亚洲国家应保持独立 以自主 多元的方式 处理中美争霸的问题 各位便手都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和观点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亚洲各国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并不需要简单的选择一方站队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权应该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外交方向和政策 同时亚洲国家也应该保持灵活性和多元性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 中美在地缘政治中的争夺无疑对亚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亚洲国家不应盲目的跟随其中一方 相反他们应该坚收并序取长补短与各国建立合作关系 并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共同繁荣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便手的精彩发言 你们的观点和论证都非常出色 同时我也要感谢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参与和支持是我们举办辩论的最大动力 现在我想请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Southern reais